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9月22号中秋节年假过后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几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大盘走势的部分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次的一个中秋节年假期间 国际股市的一个表现非常的一个不平静 在香港的恒大地产 这个地方爆发财务危机之后呢 现在已经这个地方影响扩大 不只是港股的重挫 就连欧股欧洲股市美国股市 这几天也都出现了连环下沙的一个走势出来 让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就出现补跌的压力 指数开盘跳空开低 9点这个9点01分 这个9点钟开盘没多久就已经重挫超过300点以上 盘中最低下跌了438点 这个收盘则是下跌350点做收 收在16925的位置 又跌破了17000点大关 也跌破了月线的一个关卡 当然这样的一个重挫 其实这两天在廉价期间看到欧美股市重挫的时候 现龙老师还收到蛮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会员朋友的一个利用LINE8给现龙老师发的讯息说 要谢谢现龙老师 因为现龙老师一直都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 要去注意风险 所以也建议大家都采取了盘后空手 这地方的一个操作 这个快打方充的一个操作方式 盘后坚持空手之下 所以完全不用报股 这个地方担心台北股市会不会跳空重挫 让他们能够这地方安安心心 这地方过一个中秋节下期 等到这个礼拜继续找赚钱机会就好了 当然能够去帮助到很多投资朋友 这是现龙老师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重点是那接下来的行情呢 今天这样重挫了350点 跌破了月线 跌破了17000点之后 台北股市是不是转空了 好针对盘市的部分 我们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做说明 不过节目开始 当然还是要先按照惯例 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9月22号 第一通指令在9点08分发出 每天第一步都先帮会员朋友 观察盘市之后 再来决定该做多还该做空 那观察到廉价期间 美国国际股市是接连重挫 而且小NAS的旗子今天早盘又跌了60多点下去 代表国际股市这里还没有正式止稳的现象 那台股指数呢 跳空开低 一开盘就已经急杀超过了300点了 首盘是个347亿的空方量开出 预估量其实早盘还有达到4000亿上下 那旗子的跌幅也比现货大了一些 所以我严判今天总盘市开低之后有可能是上冲下息 会有剧烈震荡出现 当然仍然要留意国际股市走势的变化 那不过一直观察到了这地方10点半的时候 在直触跳空急杀300多点之后 的确也如我所说的来回震荡 一下子缩小跌幅剩下跌200多点 一下子又下沙跌个400点 就这样来来回回 形成了一个多空双发的一个结构 就是说你进去抢反弹 当然这风险会比较大 但是你去追空啊 也容易这个地方短线弹上来 这地方也是风险蛮大的 这种结构之下呢 其实是不宜贸然的出手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 由于之前就已经采取了盘中满手 盘后宝石空手的策略 已经先帮助会员朋友们 都先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 不用担心股票抱在那里 哎呀廉价期间欧洲股市重挫 今天就跳空跌下去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都把风险先降到最低 再来就是等待看准的目标 再来做出击 继续的稳杀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就好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操作策略就是这样 当冲绝对不是在做盲目的赌博 而是看准的目标才来做出手 而且坚持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策略 当然讲到这里你会说 那没有赚也要拿出来讲吗 当然这就是县荣老师 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每天有赚没赚都会诚实 跟大家做报告 我相信这样子 这地方给大家一个诚实不期的 一个绩效来做参考 如果认同我们理念的 当然都欢迎大家来加入 当然如果你说不行 我一定要找那种每天都大获全胜 天天涨停板的投顾老师 我也只能提醒你 真的有人可以帮你天天大获全胜 天天赚到涨停板 你可能电视上都看到这样的老师 天天说自己大获全胜 而跑去加入 结果呢 结果是每天加入之后才发现 每天这些老师原来是推荐了三到五档股票 给各种的会员 所以一个月推荐过几十档 一个月推荐了几十档 当然总有几档 就算今天这样大盘跌个350点 也会涨 那电视上就把今天涨的拿出来讲 问题出在其他套牢一堆 跌了一大堆的呢 藏起来不说 这些老师每天也都说自己大获全胜啊 今天大盘中错350点 也有股票涨啊 也拿出来讲啊 问题出在到最后能够帮你真的赚到钱吗 不行嘛 因为其他套牢一缸子都不敢拿出来说 对不对 都假的 有些老师是一档股票 每天都喊买进 跌了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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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当然再弱的股票 总有一天也会买到最低点 开始反弹 每次一反弹就告诉你 你看最低点买的赚了多少 问题出在你是他的会员 这样子能赚钱吗 不行嘛 因为如果你是他的会员 早在高档就已经买下去 就已经套牢满手了 怎么可能有钱在最低点买到呢 这些老师也说自己大获全胜 最低点买到 结果到最后你发现又是假的 有些老师是这样 又叫你做当冲 又叫你做波段 每次有赚钱就叫你冲掉 常常看错了就叫你改放波段 再三提醒 这是做股票的兵家大计 因为他会让你看对的 赚了钱就赶快冲掉 结果没有赚很多 看错的反而放波段 到最后满手波段的股票 你会发现都是你看错的 到最后会赚少少 赔多多 放波段满手套牢 就是这样来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甚至很多老师把会员分成了N组 所以每一组股票 每一组会员的股票都不一样 电视上永远有一组会员 今天他的股票说涨停板 大获全胜 问题出在 有没有那一组会员不知道 只知道一件事 你加入之后 怎么老师在电视上秀的 永远不是你参加的那一组 所以你发现 你都觉得加入投顾老师 每一个好像很厉害 都要大获全胜 天天涨停才去加入的结果 到最后有帮你赚钱吗 不行 因为都是假的 那谢龙老师要再三强调 当然我也不可能保证你天天都赚 但我跟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呢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我们当天进 当天就绝对淡出 盘中满手 盘后就一定是保持空手 这样子先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不用抱在那里 担心美股会不会中错 不用抱在那里 一个反转下去 这个地方凹单凹到最后变成重伤 绝对不会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所以一千多档两千档 我们就找最有把握的一档顶多两档 那像今天 开盘就跳空跌三百多点了 当然这个也不适合出手 我们就休兵 绝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去勉强赌博 只找最有把握的股票来做操作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都会是相同股票 那像今天所有会员朋友通通就休兵一天 这地方没有其他的操作指令了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所秀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 最高标准 要求自己继续坚持下去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而且你看到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我只求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如果投资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坚持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操作策略 坚持每天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都诚实这样 那么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顾海 共创双赢 好那接下来盘市 当然继续跟大家谈下去 其实这个月一开始就跟大家提到过 那时候指数谈了一千多点上来 大家都觉得 又有机会来挑战18034的一个高点 继续创新高了吗 又提醒大家 新手看价老手看量 指数涨了一千多点 量的趋势却又持续转弱了 所以我说过 除非多方攻击量四千亿出来 这才能够续墙 不然的话呢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指数就是在月线季线附近 上上下下来回震荡 一下子可能过个季线 吸引你跑去买 一下子可能要下沙破个月线 让你急急忙忙跑去买 所以你看到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都这样的状况 这个包括上个礼拜 指数涨到一万七千六百多 我也都跟大家讲过 反弹四个礼拜了 虽然台积电看起来外资买盘在回容 但六百五的压力仍然没有能够去克服啊 而且台积电我也认为 就算能够调高支这个晶圆代工的报价20% 化解毛利率下滑的疑虑 但是整个晶圆代工 整个晶圆制造的产业 客户重复下单 加上产能扩充竞赛 带来长线的隐忧 这仍然没有化解啊 所以我刚才讲过 台积电真的要去挑战 那个六七九的高点不容易啊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 这个就是在高档震荡 那指数的部分也看法没有改变 继续在月线跟季线这样 上上下下来回震荡 那个股你会看到都是一日行情 当然也提醒过大家了 头肩顶的右肩还没有化解 这个都是要去注意的 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指数就真的这样子 一下子站上季线 哇你看到指数涨到一万五 一万七千五 一万七千六 忍不住下去买了 哇又套在高点 然后一个跌下来 哇看到国际股市大跌 又很慌忙的想要卖股票 你会发现到最后 高档震荡格局不变啊 变得只是投资朋友的心的时候 反复的追高又杀低 追高又杀低 你会一再的受伤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才会了解 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提醒 在这个阶段 不是让你去买股票 爆大波段的时刻 就算指数来回震荡 你看很多股票都是一日行情 涨个一天 隔天可能就杀下去 涨个一天可能就杀下去 那更要提防的是什么 跟大家讲的 产业趋势出现的变化 对不对 你觉得这里 这地方就算没有恒大的事件好了 你就可以安心的买股票啊 很多产业趋势都出现变化了 包括几个月前大家都说 拜登会推动基础建设 带动原物料的需求 但我也跟大家讲过啊 铁矿沙的报价 最近已经跳空 这个地方跳水重挫了 上礼拜五 哇又跌到多少 这个昨天礼拜 二又跌到多少 最新的报价 95.37 哇已经这地方跌破百元了 五月份的时候还涨到两百多 现在跌破百一百美金 这代表什么 不但是腰斩 今年以来还倒跌了39.7% 铁矿沙的价格 今年都跌了将近四成了 你还觉得原物料可以报长线吗 想一想 那再来你说电子呢 你看到低润的报价 现货价也是持续在做疲软啊 电子这个需求 真的也没大家想象那么好 甚至原本这地方缺货缺最凶的金元代工 重复下单的问题 产能扩充竞赛的问题 这都是隐忧啊 甚至已经有外资警告大家 金元代工不再短缺了 最快第四季就会砍单 甚至这两天还有传闻啊 说这地方联发科跟苹果 可能因为台积电调高价格之后 提前开始缩减订单啊 这种状况 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去深思熟虑 真的你要在这里买股票 跟他抱拨断 跟他拼大的吗 县荣老师会再三提醒 在这个阶段 你要去提防的是 指数高档来回震荡 结果股票都一日行情 你到处买到处追 结果满天是全金条 一追是又到牢 而且头肩顶的右肩还没化解 今天一个重挫下跌破月线 这个可能性又变大了 那这种状况 当然我不预设立场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原则 谋定而后动 所以才会再三叮咛大家 其实在这个阶段 最好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就是四个字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 作战计划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 是这样 第一个盘中满手 当然有赚钱机会 看准目标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掌握 不用担心错试行情 但是最重要的 有赚没赚 盘后一定保持空手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地方 害怕 哇美国股市一下子大涨完 现在又开始大跌了 这几天廉价期间 看着亚洲股市港股重挫 看着美股也跟着崩跌下去 多少人的地方 中秋假节过得心里 是很不平静 睡都睡不安稳 更不用想说 好好的赏个月 因为股票在那里 就担心 哇今天开盘重挫 就会大赔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跟着我们采取这地方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策略 早上掌握到赚钱机会 这地方晚上还睡得安安稳稳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那我们的操作快进快出 所以受到大盘趋势影响会非常低 哇指数杀破了月线 杀破这会跌到哪里 其实我根本不用太在意 我们只要找到今天的操作方向 找到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们采取快进快出 受到大盘的趋势影响会是非常低的 甚至像五月份 哇大盘那时候崩跌了这地方 1800点才有弹上来 我们在五月份 当冲累计战机 都还超过了报酬率超过两成以上 对不对 受到大盘趋势是影响非常低的 那操作又灵活 因为我们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这是真正的多空灵活 不是像有些投股老师 哇一档股票 这个一半的股票叫你买进 一半的股票叫你卖出 大盘跌就告诉你 你看我们放空的股票赚多少 这个做多的套劳就不讲 大盘涨就跟你讲 你看我们做多的赚多少 放空的就不讲 我们不是哦 我们是当天观察结构 适合先买我们就买 适合先卖我们就卖 那风险又降到最低了 因为我们不会股票抱在哪里 哇这地方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一个行情反转下去 变长期套劳 我们不会 也不用担心放空 哎呀会不会融券到时候 要强制回补 会不会融券张数 这个一多带会员就这样 每次如果会员空一档股票 融券就大增 就会被主力发现 就可能被嘎上去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所以重点是 帮你把风险先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那你资付金灵活运用之下 天天都还是可以掌握赚钱机会 来累积财富 所以我才会说 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可能一方面没有时间看盘 因为当冲的确要花更多的精力 来观察盘式的一个结构 适合做多还做空 需要花更多的一个这个技术 来找到大户金货转强的股票 大户出货转弱的股票 那很多人这地方没有时间看盘 或是看了半天 看不懂 结果只是盲目的 大涨就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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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好赚个几百一两千 运气不好 就凹单凹到最后 变成大赔重伤 这样可以吗 这样代表方法错了 千万不要再用 自己的一个错误方法 省了小钱 赔了大钱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再强调一次 那我们的当冲 不是每天盲目的追追追买买买 而是仔细的观察盘式 按照SOP来 第一步观察盘式 决定好多空之后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几率 理尽操作 坚持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当天带你进就是一定当天带你出 那就像孙子兵法所说的 奇迹如风 奇虚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震 有好的机会 适合这地方买进 你看到上个月大盘涨一千多点 我们也顺势做多 像那时候守定 爱戏载版新兴 哇 发现这地方 大户洗完盘 再度经货 转强讯号出来 一早建立会员朋友 142附近买进 买完之后呢 你看到拉高上去 我们已经先买在第一档 买完之后拉高上去 别人在那里追价 我们已经可以建议会员朋友 145.5附近来做卖出 获利入带回来 三块半的假查 放在口袋里 一百万操作个八张 那一天 一天就加薪个两万八 开开心心入带啊 好 那这地方 攻击盘 我们就转短多先买 碰到整理盘 我们就先买 对 对 像连勇那时候利多评传 报纸说法轮看好的时候 发现投信法轮已经在转卖了 发现这地方拉高上去 散户抢劲的时候 大户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一早建立会员朋友 这地方451.5以上 先做一个短空先买 卖完之后杀下去 别人在追杀 我们已经先空在高档了 卖完之后 别人在杀下去 别人在追杀 我们已经可以趁机443.5以下来做买回 又把8块加差 3张24000放在口袋里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方式 那今天这个盘式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 一开盘就急杀300多点 你去抢反弹 风险偏大 追空其实也没什么肉了 我们就不贸然出手 这地方先把风险降到最低 等待看准的目标 然后再来掌握赚钱机会 稳扎稳打 永远是我们的最高选择 按照我们赢家四大要素来 第一步资金控管先做好 第二步要维持高命总率 所以是看准的目标 才来精准出击 那所谓的高命总率 也建筑在预期报酬 能够大于风险的条件 赚有机会赚大的 赔顶多赔小的 赚有机会赚多的 赔顶多赔少的 这才值得出手 最后一点 遵守机率 理性操作 严控风险绝保单 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操作 继续坚持 采取快打当中 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盘后空手高枕无忧 但是又能够 稳扎稳打的掌握赚钱机会 那么如果说投资 认同谢隆老师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谢隆老师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的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跟走我们的脚步 一起去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 快打当冲作战 好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休息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运达头部 运达头部 嘎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头部 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民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或电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今天大盘指数大跌了350点 但是比较不利的 成交量居然不到3000亿 换句话说 今天并没有塑造出一个恐慌性沙盘 那也就不容易已跌止跌的走势出现 因此我认为这个盘势 接下来仍然是按照先前所说的 大盘可能好一点 所以就继续在月线季线附近 这样上上下下来回正半而已 而且这个地方头肩顶 右肩的一个这个状况 越来越要去提防 有可能这地方出现 一旦杀破16248的颈线 到时候整个头肩顶出现 继续的往下来做下谈的状况 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发生 当然我们不预设立场 但是一定要记得 采取谋定后动 所以在这里快达当冲作战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继续的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啊 那我们的快达当冲作战计划 内容是这样 再强调一次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给你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叫你设飞标 会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还是该先卖 也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一定就是当天待出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所以有攻击机会 像之前天律 发现大户洗完盘再度进货 建立大家327以下先做买进 收到指令先做买进之后 拉高上去 这地方是不是就可以收到指令 顺利的337以上买出 10块价差 3张就是3万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对不对 碰到整理盘 像连勇 这地方就发现 大户拉高 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建立大家 451.5以上 先做个短空先卖 卖完之后 急刹下去 443.5以下买回 8块价差 3张24000 见好就收 获利入带 那今天这种盘式 指数一开盘 就急刹300多点 已经不适合出手 我们就这地方 按兵不动 等待看准的目标 再来做出击 稳扎稳打 这是我们的最高准则 那如果说投资炮 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子的操作理念 这个采取看准目标 才出手 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方式 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而且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 现在缘分到了 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来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